I'm Guru Lanshan City Home I'm Guru Lanshan City Home 我们今天这个谈静光出现 那么据我本身的这个实修 那么静光出现 一般来讲有两样 第一样呢 是佛菩萨放光加持你 这个时候有这个静光产生 但是这种静光产生啊 不是你自己显发的这种光明 而是由佛菩萨加持你的光明 这个光呢是属于他力 也就是外来的这种光 那么另外的一种静光出现 是你自己本身修出来的 也就是属于智力 自己放出来的光 那这个也就是啊 可以讲是新光发露的这一种静光出现 那么我们假如用一个名词来讲 一种静光啊 一种静光是属于加持光 另一种静光啊 就是属于禅定光 禅定的光明 静光的现象啊 只要产生了以后 它本身的修行啊 可以讲就是到了这个世界天 到世界天 在异界天里面 所产生的大部分现象 是常乐 有很大的这种快乐 这是属于异界天的现象 在社界天的现象 就已经有了这个静光 由光的程度 一直到了出禅到四禅 这个光本身啊 各有不同的这一种光明出现 这个都是静光出现的一种现象 那么自己实修方面会产生静光啊 一定啊 我以前讲过 是有染低作用 染低作用 密教里面讲啊 是开发中脉 跟开发五轮 但开发中脉 跟开发五轮 还是要从禅定去修 才能有办法 能够开发中脉 跟开发五轮 这种修行的这种功夫啊 当然不是说一下子能够得到了 包括异界天的这一种常乐现象 也不是说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种功夫啊 所以这种功夫啊 有卖跟卖本身的关系 卖啊 跟卖 跟所有全身的卖的关系 另外还有轮 五轮啊 跟五轮之间 所有脉轮之间的关系存在 染低作用 是开发五轮 通中脉 的一个作用 我们晓得 常常讲的 这个着佛定里面 升起佛 染明点 明点往下低 那么着火往上升 互相溶解的现象 就是开发中脉 跟开发五轮 只要啊 这个染低作用 能够你在禅定里面 产生染低作用 是一种行凡 一种行凡 那你中脉会开 五轮会开 你自然啊 就产生静光 这个也是 修行的一个过程 但是禅定的力啊 必须要很透 这个透呢 就是由定静跟物静啊 一起产生 由定里面啊 产生染低作用 密教里面啊 染低作用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这当中啊 有很多的这个 可觉 有很多的可觉 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这些可觉 都必须要注意的 那么一个关节 一个关节 你到底修到了 什么程度 你是属于 粗禅的静光 或者是 二禅 三禅 四禅的这种现象 就是在你的这个定中啊 会产生出来 那么由禅定里面 产生静光 静光其实啊 也就是一种明相 明相 这个时候 只要一产生静光的话 你对一切事情啊 你都能够 动策 动开 也就是看得比别人还透彻的这种现象 就是动策 动开的这种现象 此时的现象 只要一产生出来啊 我们啊 在 行者啊 讲这一种现象 就叫做明相 明相呢 可以讲啊 是智慧的另一个名称 智慧的另一个名称 就是明相 因为你看得比别人都清楚 你的智慧很高 你每一件事情啊 不能够隐瞒你 你的眼睛一看 你就能够看得 一切清楚明白 这个就是明相 那么其实明相也就是智慧的一个代称啊 因为智慧本身来讲也是无形的 你说智慧 你有多高的智慧 你讲说很高很高 那么拿出来 你就拿不出来 你智慧本身拿不出来 但事实上所流露出来的明相 就是在显化你的智慧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三无漏邪啊 要我们邪佛要邪戒 协修定 由定里面产生智慧 这个智慧啊 在密教里面呢 就是讲明相 明相其实啊 就是什么呢 你静光一产生 那身心啊都打开 身心都打开 打开了现象啊 还有了明相啊 你就有悟尽 悟尽的话 你以智慧观察 一切事情你都了然 所以一切的因啊 一切的果 一切的盐 你都能够清楚明白 那有这种现象 产生出来的话 才叫是有 才叫着有定境 有悟境 你自己都可以明白了 这个时候已经跟 世俗凡夫啊 这个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你对于一切事理方面呢 你都能够了解透彻 圣者所以成为圣者 因为他本身有无上的智慧 才叫做圣者 没有事实凡夫的这种见 这个是属于啊 正见 正正的智慧 里面真正的一种见定 无上的智慧 只有是一种悟 就是开悟 这个时候 环视动开 一切明板 就讲到这里 Omāne bēmī homo 谢谢 谢谢大家